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这里是惊悚哥的第二频道,惊悚哥的粉丝欧窝 今天给大家带来都市白领女出轨高富帅 闪婚之后却发现对方前女友全部离其死亡的故事 湛蓝的天空下,巍峨的雪山绵延不绝 几个热血青年正在峭壁上寻找他们的信仰 长久以来,登顶高峰的美妙征服感 让无数叛登爱好者无法抗拒 可冒险的旅程除了极致的刺激 还有随时都可能到来的危险 有些险情是因为冒险者操作不当 而另外一些突发情况,则是攀登者们难以预料的 随着几人距离山顶越来越近 孙垮的冰层开始速速而下 猛然坚言钉断裂,攀登者们先后坠崖 画面一转,一对小情侣被清晨地闹铃吵醒 两人迅速洗床洗漱 开始为新的一天工作做准备 女子名叫艾琳娜,她出道大城市打拼 就幸运地遇到了现在的男友杰克 两人呼声情愫,并很快走到一起 日子平淡且温馨 齐克对她体贴入微,但为人刻板不懂浪漫 这让艾琳娜总觉得生活似乎少了些什么 很快,异常偶然的邂逅改变了一切 这一天,艾琳娜在上班途中遇到了一位俊美男子 两人同时按下国街信号灯,四目相对 收拾在接触的一瞬间又迅速收回 那触电般的感觉在艾琳娜心头激荡 这短短的一刹那 男人俊俏的脸庞已经印在了她的心里 两人并肩走过马路,又互相忍不住对视一眼 而后转身离开 艾琳娜闪躲的眼神彻底暴露到她内心的想法 默然回首,男子同样在驻足相往 她急忙收回目光,跟随同时走向办公大楼 即将进楼的时候,艾琳娜又忍不住转身 她看到俊老的男人静止朝书店的方向走去 这才收回目光,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艾琳娜拿出镜子整理了一番妆容 随后来到窗面向书店方向张网 整整一上午,她满脑子都是那个男人 甚至连开会都心神不宁 接连出丑更加让人感到坐立难安 于是直接告了病假,朝书店走去 透过玻璃出窗向里面张网 两人再次四目相对 艾琳娜感觉有些拘谨和尴尬 急忙把头缩了回来 可当她鼓起勇气再回头的时候 男人已经站在她的面前 目光再次交汇,一切近在不言中 男人打开车门绅士地请艾琳娜上车 她犹豫的片刻,便侧身钻进车内 一路上,两人没有任何言语上的交流 有那么一刻,艾琳娜甚至想要下车 直到男人询问她的名字 他们之间的尴尬才稍稍得以缓解 是碌碌的石台上撒满初秋的黄叶 艾琳娜跟随男人迈步进屋 房间的门被关上 两人从激情拥吻到凌肉交流 穷玉被彻底释放 仿佛久违浇灌的田野 终于迎来一场甘邻 优好思满屋的干柴遇到了烈火 炙热而疯狂地燃烧一切 云雨过后 艾琳娜将衣服一件件穿回衣上 男人则袒落着上身 约她今晚留宿 艾琳娜没有同意 她又不死心地把时间改为明天 遭到拒绝后 那人依旧没有生气 而是温柔地亲吻着艾琳娜的额头 并表示自己会一直在这里等她 告别男人之后 艾琳娜也曾想着回归之前平淡的生活 但脑子里全是那个男人的影子 甚至在和男友杰克雨水之欢的时候 都忍不住进行比较 一场欢爱瞬见面的所让无畏 艾琳娜坚仅意识到 自己也许已经无法回头 这天早上 艾琳娜忍不住来到书店 醒目的位置上贴着一张海报 原来 和她美妙邂逅的男人名叫泰里斯 是当地非常有名望的攀岩家 有关她的传奇故事数不胜数 艾琳娜的脸上难以惊讶之色 书店老板告诉她 泰里斯曾在没有氧气供应的情况下 从雪山之巅救出六个队友 这件事情在区内几顾人进截止 看着杂志上泰里斯的事迹 艾琳娜激动不已 忍不住直奔对方家而去 一切都不再陌生 没有了最初的胆怯和害怕 艾琳娜敲开房门 泰里斯笑脸相应 又是一番云语之后 两人躺在地上开始互相了解彼此 艾琳娜兴奋地告诉泰里斯 自己刚刚在书店看了有关她的书 言语之中透露着仰慕之情 泰里斯一笑止止 神情中还带着一丝未不可察的落寞 在当年的登顶行动中 她虽然救了六个人 但前女友却不幸罹难 虽然已经过去了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现在她依旧无法释怀 从泰里斯家出来 艾琳娜感觉整个世界都充满了幸福 他们还不走过公园 并通过电话敷衍了男友几句 来到公园的长椅坐下 再三思考之后 她终于做出了一个重大决定 当天晚上 艾琳娜向男友提出分手 杰克愤怒地摔碎花瓶 预示着他们之间的感情致死彻底破裂 烟角韩丽娜艾琳娜 离开了她生活多年的家 毅然决然地奔向她所认定的生活 泰里斯家的院门敞开着 屋里亮着灯 艾琳娜满怀期待地敲开门 但站在她面前的 却是一个年轻靓丽的女人 她怀里抱着猫 依然依附女主人的样子 艾琳娜满脸错愕地看着眼前指人 难道说泰里斯并非单身 想到此处 她一颗心瞬间跌到了谷底 但很快 误会便得以解除 女人邀请她进屋坐下 并介绍称自己是泰里斯的姐姐丽莎 弟弟家里最近装修 偶尔才来这里借宿 艾琳娜悬着的心这才放下 得知泰里斯真正的住址之后 艾琳娜冒着风雪连夜赶了过去 但屋里却并没有人 无家可归的艾琳娜 只好色索地坐在路边的场椅上 苦苦等待 虽然外面天寒地冻 但她的内心却无比火热 新生活即将到来 她可以无所顾及地 和心爱的男人长相厮守 不久后 泰里斯外出柜来 当她看到楚楚可怜的艾琳娜时 顿时脸上显满了震惊 急忙撑开皮将她抱在怀里 风雪之中 两人激情拥吻 仿佛要用彼此的火热 融化着满铁的飞雪 从这天开始 艾琳娜的新生活就此展开 她整个人的状态都为之一变 为了让泰里斯更喜欢自己 之前对潘烟一窍不通的她 也开始尝试这一项 刺激而危险的运动 爱情的滋润 让艾琳娜整个人充满了活力 这一天 她与闺蜜在酒吧里常聊人生 并毫不吝啬 对新男友泰里斯的称赞 然而闺蜜却一脸担忧地告诫艾琳娜 激情只是爱情的一部分 并不是生活的全部 两人聊着天 话题不由自主地转向了个人隐私 艾琳娜悄悄拿出新买的性感内衣 炫耀似地在朋友面前展示 正是这个举动 引起了耗似制度的注意 两人离开酒吧之后 对方猛冲上来 不仅打伤了艾琳娜 还夺走了内衣 这一幕被刚小赶来的泰里斯看到 恶兔本以为自己已经得逞 但没想到泰里斯体力过人 她没跑多远就被追上 紧接着被狠狠教训了一顿 经历了这起时间 艾琳娜对泰里斯的依恋 喷升到了顶点 她当着围观者的面 同意了泰里斯的求婚 闺蜜在一旁看傻了眼 她没想到眼前俊朗的男人 就是艾琳娜的新男友 婚礼的日子很快敲定下来 在此之前 艾琳娜收到了一封匿名邮件 提醒她注意泰里斯的为人 不要匆匆埋葬自己的幸福 艾琳娜对此很是疑惑 于是直接把信件拿给男友 泰里斯安慰到 也许是自己的某个疯狂粉丝在开玩笑 因为艾琳娜夺走了她唯一的机会 艾琳娜被泰里斯的话逗乐了 内心的疑惑也在一瞬间一扫而光 不久后 一对新人步入了婚姻殿堂 结婚当天 泰里斯带着艾琳娜 在天使时向下拍了裸照 虽然不明白泰里斯这么做的用意 但艾琳娜却觉得这样十分刺激 婚房被选在了距离教堂很远的地方 泰里斯安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徒步旅行 艾琳娜为了不让丈夫觉得自己软弱 沿着她布置好的山路 走了整整几个小时 直到天色紧紧暗下来 她才终于抵达了目的地 两人在乡间母屋里 度过了他们的花主之夜 婚后的日子里 艾琳娜不止一次地收到奇怪的匿名邮件 邮件内容都是在提醒她远离自己的丈夫 并表示嫁给她就是一个天堂错误 紧接着 艾琳娜收到了斥责泰里斯对女孩强行侵犯的传真 直到这一刻 艾琳娜才渐渐意识到 自己对于泰里斯的了解 仅限于《潘烟》杂志和几周之内的相处 对于她过往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 这让她不由得担心起来 如果邮件和传真都是真的 她又该怎样面对自己的丈夫 这天晚上 艾琳娜参加了泰里斯的攀岩者聚会 聚会上 姐姐丽莎送给她一条精致的项链 这让她成为了整个聚会场上的焦点 虽然生活一切如常 但艾琳娜却不停地收到举报 其内容全部都是在揭露泰里斯的恶行 为了寻求真详 她直接按照举报信上的地址找了过去 发举报传真的女孩一桌暴罗言语轻浮 面对艾琳娜的询问 她详细描述了自己被侵犯的全过程 艾琳娜虽然没有直接相信对方 但对于丈夫的怀疑却更深了一些 当天夜里 艾琳娜回到家后坐立能安 本想洗个澡放松一下 却在不经意间 看到了泰里斯一只紧索的柜子 在后期心作祟之下 她打开了柜门 里面掉落了许多私人信件 其中不发有泰里斯前女友和好闺蜜的书信 上面写着 她的生活危机死伏 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 结合之前所得到的信息 她不由地开始相信 自己枕边的男人 有着严重的暴力倾向 不久前神秘失踪 为了彻底调查清楚 艾琳娜千辛万苦地找到女孩母亲询问情况 得到的消息却让她大吃一惊 女孩的母亲表示 女孩在八个月前就会家里断联系 至今生死不明 说着 夫人把相册拿了出来 其中一张照片引起了艾琳娜的警觉 因为女孩在失踪前最后一张照片 竟然是在天使摄像下拍的裸照 而自己和泰里斯结婚当天 也拍摄了同样的照片 艾琳娜临走前 悄悄偷走了那张裸照 回到家时已经到了晚上 艾琳娜的内心充满了恐慌 面对丈夫 她本能地开始拒绝亲热 这让泰里斯十分恼火 直接把艾琳娜绑在了桌上 在得知妻子正在调查自己之后 她愤怒地把前女友的信件全部扔了过来 并质问妻子 既然选择结婚 为什么不肯相信自己 艾琳娜欢呼不安地看向丈夫 并借口去洗手间而逃到了屋外 泰里斯得知自己上当 立刻追了出来 艾琳娜躲在锅道下面 成功避开了泰里斯的追寻 脱困之后 艾琳娜第一时间选择报警 并请求警方调查自己的丈夫 她隐隐觉得 几个女孩的失踪绝非意外 极有可能是死于泰里斯的谋杀 可艾琳娜并不能给出任何直接证据 警方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后 断定泰里斯并非所谓的杀人凶手 律师还劝说她 不要怀疑自己的丈夫 因为泰里斯此时 正在审讯室里接受审问 她担心艾琳娜的脚背割伤 还专程送来的鞋子 得不到警察的帮助 艾琳娜决定自己调查 因为泰里斯的姐姐丽莎 与死区的女孩是好闺蜜 所以她决定找对方了解一些情况 丽莎在听完艾琳娜的描述后 沉思了半晌 随后 她从抽屉地里拿出半截眼睛 这是当年雪山灾难现场找到的 一直以来 她都在怀疑有人在那场事故移动了手脚 而且弟弟的性格她再清楚不过 很有可能就是她故意为之 丽莎的话 让艾琳娜如坠冰枯 联想到泰里斯曾在天使石像前拍摄裸照 她怀疑死区的女孩就埋在石像下面 于是 两个女孩决定连夜去石像下寻找证据 从警局出来后 泰里斯来到姐姐家 在看到两张天使石像雕塑照片后 她瞬间慌了神 于是急忙开车赶了过去 出冬之夜 外面飘着雪花 两个女孩灰漆铁铲拼命挖掘 不久后 艾琳娜果然挖出了一具尸体 她还在尸体脖子上找到一条项链 与丽莎之前在聚会上送给她的一幕一样 一瞬间 艾琳娜似乎明白了一切 她举其项链质问丽莎 如果猜得没错的话 真正的凶手是你才对 面对艾琳娜手上的证据 丽莎露出了本来的面目 她终于成人 为了独占弟弟泰里斯 她暗中出手杀死了那些 试图接近弟弟的女孩 而艾琳娜之前收到的匿名举报信 也全部都是她的手段 风雪之夜 两个女人在雪地里扭打起来 在此过程中 丽莎讲出了一个惊世骇俗的秘密 原来 姐弟俩之前有过一段布伦之恋 15岁时 他们在这里出场近过 那时姐姐丽莎就下定决心 要把弟弟据为己有 艾琳娜又惊又怒 渐渐弱了下风 丽莎捡起地上的铁铲 正准备通下杀手 危机关头 她丽莎终于赶到 她一把推开姐姐 并疯狂地朝她怒吼 为什么要这样 我从来都不是你的 虽然我们曾经有过不准的事实 但那时我们少不矜持 请你清醒一些好吗 眼看得知弟弟不再属于自己 丽莎心灰意冷之下 决定杀掉弟弟 既然自己得不到 就让所有人都得不到 这时 艾琳娜及时出手 用泰丽丝当时给她拍照时 放在狐狸烟储物箱里的信号枪 击中了丽莎 看着倒地不起的姐姐 泰丽丝痛心疾首 她满脸悲愤的熊艾琳娜 为什么不能相信自己 不去探究那些成年往事 因为那里没有她不堪的回忆 和无法言说的苦楚 随着丽莎的死亡 艾琳娜和泰丽丝的爱情 也走到了终点 她无法释怀丈夫 曾经经历的不伦之恋 而泰丽丝也无法接受 艾琳娜杀死姐姐的事实 几年之后 然而再度偶遇 却已经是形同陌路 话外音中 艾琳娜这样感慨 曾经我被激情蒙蔽了双眼 才忽略了她身上的缺憾 我常常在想 如果没有那天的邂逅 结局又会是如何 电影《温柔的杀我》 上月2002年 由陈凯歌导演 该片刻画了都市女子艾琳娜 因收购了生活的平淡 学的寻找激情 最终发现 那个完美无缺的男人 通用着致命的缺憾 整个过程中 赤裸裸的情欲 蒙蔽了彼此的双眼 种种猜忌 又让这段建立在激情之上的爱情 显得岌岌可危 进一步提升了影片的悬疑氛围 导演陈凯歌可以让艾琳娜穿上旗袍 让东方审美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一如既往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